回憶 我所有的朋友 沒有一個人告訴我 說要趕快宣布 都說 你先等一等嘛 因為現在不必急啊 對喔 馬力搶 現在少了一個搶 不是說王牌進出來 這樣王牌沒有打 胡志強他剛剛就很多人 叫他宣布宣布什麼 宣布要不要選 台中的直轄市市長 胡志強曾經跟我講過 他當了八年的台中市長 現在在嚴任一年就九年 如果再選市長 可能要再做八年市長 就在台中市就要做十七年 那你說他有沒有這個慾望 或者這個企圖心到中央 當然有 但是今天吳敦義跟朱立倫 一旦組閣之後 其實這個內閣就宣布 沒有胡志強的位置 因為為什麼朱立倫稍微還年輕 那你說他幹過外交部 那個這個 胡志強幹過外交部長 也幹過駐美代表 那所以他不可能再回鍋啦 又在朱立倫底下 還有一個就是說 現在我本來有一次 要跟他開玩笑 你還有一個位置 國安會秘書長 但是拼拼國安會秘書長 蘇起做得不錯 還是馬英九力挺的 我上次講過 馬英九有兩個資助 一個是行政院院長 一個是國安會秘書長 一個是行政權 一個是他統帥權 那在蘇起不可能動底下 那相對的 胡志強的空間就越小 所以他今天是 自己憂自己淫沒啦 就因為記者問到了 馬力不強 他就說我還是很強 不然怎麼辦呢 來來 沈醫師 我覺得一個人 可以在台中縣市 一個地方 一待就是17年 這個是有幸有不幸 有人羨慕得要死 那有人食之無為 未同腳 所以這是你的決定 但是我覺得 胡志強他其實有一個特點 我不能說他是缺點 第一點他覺得他自己很幽默 他也比其他的官員幽默 但是他很以此自豪 第二點他跟吳東毅有一點類似 其實對自己的語言能力 非常致富 他跟他說話說話說得很漂亮 很好聽 但是我必須講 你現在不是當外交部長 他今天講的話跟過去 最近的講的話一樣 還是太多了一點 能夠少講 我覺得講那種話 我們旁人聽起來 覺得可以不必講 宇森這次的內閣改組 一方面是馬英九回應的名義 你看最近這一個被罵得多慘 他終於有一個回應了 另外一個天下早日 今天被文章很值得介紹 一公上 這次的內閣改組象徵了什麼 國民黨告別了長久以來 為人稱道的 技術官僚的時代 一公上 這一次啊 是國民黨從1949年 就是來台以後 第一次喔 由沒有中央政務官的這個經驗 只有民意洗禮的這個經驗的人才 去接任了行政院的院長 一公上 國民黨是真的怕的 過去這一年三個月啊 內閣團隊的成員 平平口誤 被批的跟民意是脫節的 和人民距離越來越遙遠 連國民黨黨內人家都承認說 馬英九的本土派 已經掉得很嚴重了 所以他必須回到民意啊 大量的言覽 這些有民意基礎的人 我贊成啊 所以第一波 這兩個割割割 獲得很高的評價 這是好事 但是馬上第二波 新一世宣布新的內閣所有名單出來 這是第二波的檢驗 還要檢視一次喔 禮拜四要檢視 那檢驗 第二波出來之後 接著下來就說 你有好的人 好的人是出台之後 你有什麼好的政策要出台 而且你是不是還是用 傳統國民黨的思維 跟國民黨那個敲台機 扯爛屋的方式 相應的方式 來處理黨內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馬英九挑戰很大 是因為你現在又兼任黨主席 你現在完全執政 完全負責 又是完全貫徹你的理念 當吳敦利跟朱立倫 這兩張牌打出來 我們百分之百 相信他就是馬總統 個人意志的貫徹 完全沒有黨內的力量妥協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這裡就一個很高的風險 在這個地方 有好的隔魁副隔魁 或者人事佈局 禮拜四萬一也被人家滿意的話 接著下來 九月立法院開建政章 你政策推動了沒有 執行了沒有 你敢不敢 所以我認為 我這裡有點觀察 我認為吳敦利注定要去得罪人 吳敦利這個內閣注定要得罪人 而且連朱立倫 一直拖下去得罪人 朱立倫過去的八年在桃園界 基本上是正通人和藍綠 都很喜歡他 可是我認為今天朱立倫 未來在行政的副隔魁 尤其他被期待是 未來有機會變成 未來型領袖人物的朱立倫 他一定要拿出好的果決的決策 所以我贊成 剛剛省副雄委員所講的 建立朱立倫要明白 直接回答問題 也就是在這種時空環境當中 不要這樣傳統國民黨 一樣畫葫蘆的方式來處理問題 因為國民黨 因為這樣敗給了民進黨 今天國民黨在重返執政的時候 因為馬英九的風格代表就是說 你應該要真誠的改革的貫徹的 力道的 今天反而馬英九被批判 力道不足的情況之下 需要有人出來彌補 馬英九的溫和治國的 不足的情況之下 更多的魄力更多的果斷 更多的得罪人的事情去做 我覺得對朱立倫來講 當然就是可以用一種形容 就是終於進廚房了 進廚房就卡油煙 卡油煙就油煙味了 比起吳敦義來 吳敦義進中央比較早 即使在黨的不上 所以說你可以說他民調很高 但是他終於小貓要進森林了 所以你要知道裡面 但是我覺得 如果從這個技術官僚來講 其實那個時候是 馬英九可能是認為說 技術官僚他可能不會很多話 因為他可能會覺得說 民進黨話很多 可是技術官僚可能不會很多話 但會把事情做好 可是當一旦發 讓民意檢驗說 這些技術官僚事實上話不多 但是容易出錯 可是說錯話 還會做錯事 或是反應太慢的時候 那這樣技術官僚 寧可先放到一邊 要再拿有選舉經驗 或是受過民意洗禮 知道怎麼樣政治語言 怎麼樣跟民眾溝通 的這樣子的官僚進來 可是這樣子的 吳敦義跟朱立倫 他所率領的這個內閣 如果他不是說 能夠很快地回應民意的問題 只是嘴巴回應 沒有馬上 這個工作沒有馬上到位的話 行政沒有馬上到位的話 還是會被批評 吳大哥 這對馬英九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他用了部會首長不要說行政院長 你看部會首長以前都是要什麼博士 要專業人員 對不對 現在不是喔 他是一下子跳過 用了院長跟副院長 全部都沒有當過中央的部會 他是從民意來 其實天下雜誌這個分析滿有見諦的 也就是國民黨跟民進黨是一樣 都回到一個主流就是本土加上這個民意的協力 民進黨都是國民黨一樣 這主軸 但是本土意味著還要有國際觀喔 我再三講桃園航空城的事情 我自己到荷蘭的Skyport機場參觀喔 我要強調為什麼荷蘭那麼小國家 成為歐盟的最重要的轉應戰 跟它有一個航空城很重要 我們要整個台灣發展成亞太的航空城 更重要的是這天我接到很多電話喔 像今天很多香港澳門還有中國大陸 他們最後一個問題都很巧的問我說 到底吳敦義跟朱立元上來會不會影響兩岸關係 我覺得他們關切這個 換句話說 從這個負面思考說 處理好兩岸關係也是當政責任 不管哪一種執政 我再舉兩個例子 自民黨為什麼敗選 自民黨大部分都是釋迦子弟 一半以上 輸到一口北海道日本自民黨只剩兩席 有點像民進黨在立委分區只剩兩席一樣 再舉南韓 李明博為什麼要跟鄭云燦合作 換六位部長 擴大基礎重新出發啦 其實日本南韓都影響大家的思維啊 我也希望你國民黨好好在做 但是民進黨你善盡反對黨責任 就事任制提出政策 人民也會在那邊做評比的 旭總今天有個內幕啊 說劉兆賢要卸任前 他的建議就是說 這個行政院的新任的行政院院長一定是要是本土的 台灣話一定要演練燈耶 雖然是從南部來的啦 所以今天也有一個文章在講啊 他說吳敦義加上朱立倫就跟小毛 好像是豆漿配貝果 豆漿是什麼 吳敦義這個本土的啦 台灣人要練燈耶 貝果是什麼 有國際觀的 他說朱立倫是劉美的嘛對不對 他有一個小故事 他常在假日的時候跟著他老婆 到一個地方去買貝果回去 洋派的 然後兩個人去看電影 所以是一個比較本土的豆漿加這個 國際觀的貝果 不過齊凱問我這個問題 對我個人我是山東人 我父親是山東人 可是我是土長土生的台灣人 朱立倫我比較知道 我比較知道朱立倫原來的 是多少錢 可是我說未來台灣都不應該 台灣已經是一個小聯合國 你知道嗎 你看看我們的外籍配合 跟我們的新台灣之子 已經多少 我們是一個多元的社會 我是覺得跟這個部門裡面 或許有這個期待 會贊你的 不過我覺得這個部門 倒是我要呼籲 日本民主黨贏他 學自民黨的小權 刺客 現在民進黨好像要學那個社民黨 怎麼學都不成 人家是叫什麼 他以前的員工去跟他算 還給他派不分副的 所以人剛才前首相生喜狼酸酥對不對 可是還是當選那個 人家那個是耳目一新 民進黨培養早期 我認為民進黨比較有希望在哪裡 培養很多年輕人 可是我覺得太早學壞了 太早學壞了 機關算盡了 那國民黨跟好相反 60歲了算不算年輕嗎 好像60歲在國民黨算很年輕 所以我說在這一次的選舉裡面 我倒是建議吳敦利的內閣裡面 除了大家少說豆漿配貝果之外 我更重要的是 社會的公平正義這一塊 是吳敦利先生 就是南北的資源分配的問題 不然你看 以明年的我的估計 宣市長的那個直轄式選舉裡面 四個葉爾卿效應 誰掌握的四個葉爾卿效應 台灣到什麼 這麼小的一個國家裡面 我們要成一個什麼樣 所以我是比較可惜說 你看民主黨 日本的民主黨贏自民黨 人家會談左派右派 美國會緊張 台灣選舉到最後 其實在價值上都沒有什麼差別 不是說我一定贊成什麼左派右派 社會的公平正義 比哪一種動算 比較重要 那我倒是期待吳敦利組成這個內閣